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安老师 欢迎收看今天的Vlog 在开始讲今天的Vlog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澄清一下 我今天脸很臭 不是因为谁得罪我 我也没有要怼谁 纯粹就是因为我笑不出来 那可能在第一集的Vlog 大家就知道 我不笑就是个臭脸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就请大家今天多包涵一下 为什么我今天笑不出来 其实我想最近大家应该都笑不出来 因为很多人进入2020 本来是抱着一个很期待的心情 但是接二连三 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 特别是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 在看到前线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内在不仅有很多的恐惧 很多的担心 一定也会有很多的不舍 我今天早上陪我爸去医院 因为他上吐下腺又发烧 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很恐怖 然后我就带他去急诊室 急诊室当然就是帮他测了 有没有武肺有没有A瘤 然后最后医生判定是诺罗病毒 所以就开了药 然后我就带我爸爸回家休息了 那么在急诊室里 我就看到有很多病患 然后医生忙进忙出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 在现在武汉一定更加的严重 所以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不舍 不舍那一些病患 也不舍那一些医护人员 那如果是我的老朋友老听众的话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安安老师以前17年前 也是一个SARS的患者 非典的患者 那这一次经过了17年 我在这个武汉肺炎的这场战役当中 我是一个助人者 我虽然没有办法成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但是呢 安安老师也收到有很多朋友的爱心的善款 所以我们募集了物资 我之前在内地有参与很多这种公益的 的医院合作计划 所以不会透过中间的机构 我们是第一线的就会送到 所以请捐助的朋友放行 有我把关 那另外一部分呢 我也在这17年当中成为一个心理学家 所以也可以用我的心理学知识 去帮助这一些 目前深陷在这种肺炎恐慌当中的人 相隔了17年 但是我觉得这两场肺炎 都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很重要 那就是感谢的心 感恩很重要 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在17年前我自己得非典的时候 那时候在医院当中在富亚隔离病房里面 当然我很害怕也很无助 那我觉得可能我天性也是比较乐观 我这种害怕无助的感觉没有持续太长 大概两天吧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把我自己交托给上天 上天自有安排 那我能做什么呢 我就想一想 我发现当我回顾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有那么多爱我的人 帮助过我的人 当然也有那些可能害我的人 但是这些害我的人 其实某一部分来说 他们也成为我的一个好像我们说黑色的天使 让我学习怎么样子变得更坚强 所以那时候我的内在呢 虽然一部分当然觉得自己生病了 是还是会害怕的 但是另外一部分 我就想我要做一些行动 所以我就开始打电话 其实医院里 病房里是不能用电话的 但是那时候我关在富亚隔离病房里 我又是那一间医院的那个首例 所以就整个富亚隔离病房有六张病床 就只有我一个 然后我的那个 我的袋子里是有电话的 所以也不至于干扰其他人 也不会干扰乙气 因为就我一个嘛 我就开始用我的手机打电话 给我的亲朋好友们 然后一起去回想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 发生过的那些快乐的事情 那些点点滴滴 然后告诉他们 我很感谢他们 也很爱他们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我每天都在哭 我不是因为哭说我觉得我要死了 而是哭说 哇原来我很感动 就是曾经有过这么美好的回忆 所以就 就是每天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不是因为伤心自己快要死了而哭 而是因为感动而哭 所以其实是快乐的哭 然后我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 我就开始身体就一天一天的好转 那当然也经历过一个奇迹 就是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奇迹 就我感受到有一个讯息告诉我是 你是会很平安的 然后看到一组数字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 我也不明白那一组数字是什么意思 但是后来我的病就越来越好 恢复得非常快 然后当我出院的那一天 我才发现我在病例表上面 要去填那个办出院手续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我在梦里看到那一组数字 就是我的出院日期 那回想这一切 我非常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 然后那医护人员用药 用这些医疗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子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然后加上医护人员的帮助呢 我觉得在我的经历里面 感恩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它让我的心情一直维持在一种 愉悦的感动的 然后感谢的心情里面 那是一个真的是正能量充满 那么17年后 我在这一场武汉肺炎当中 当然我不是患者 但是呢 我却 多了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心理学家 那么之前也参与一些慈善工作 在这一场战役当中 转换了角色 从一个需要被救援的人 成为一个能够付出一点点努力 去救援别人的人 我同样要讲我非常感恩 我非常感谢那一些愿意捐赠善款的人 感谢你们的帮助 有点哏咬的感恩 有一点哏咽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就是 也感谢那些愿意到一线去 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 真的很伟大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在那个 我自己的群里面啊 看到这些医生朋友发的讯息啊 看到他们 正在接受训练 然后 他们会照一些照片 然后放到群里面 我真的觉得 他们是用生命在工作 然后同时又看到 有这么多好朋友 他们愿意去帮忙去捐助 然后甚至在捐助的时候 就他一直跟我道歉 说我愿意帮忙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 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爱 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 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 然后这种感动的感觉 就会让我哭出来 所以刚刚讲话 可能不是很清楚 有些哽咽 请大家包涵 那么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17年前 我靠着感恩 靠着医护人员的帮助 打赢了SARS 非典这一场战 那么17年后 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室外 蝴蝶效应大家都听过 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 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子 把目前的一个 很低迷的状态 把它转化成一个正能量的状态 可能现在有很多人的心里 有很多恐惧 担忧 害怕 不安 这些情绪 其实非常消耗我们的免疫力 消耗我们的能量 然后大家一直滑手机 一直在看资讯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你的整个能量就被拉下来 然后你的免疫力也降低了 与其这样 我们不如把时间 放在 做一些 可以提高正能量 提高我们免疫力的事情 把时间 试试看 用来感恩跟祝福 感恩前线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也祝福他们 祝福那一些患者 然后想想自己生命当中 有那么多帮助过自己的人 对他们发出感恩跟祝福 而很重要的是 也祝福自己 身体 健康 感恩自己的身体 为你服务了这么多年 当你把感恩跟祝福 化作行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也许你之前的紧张 担心 不安 都慢慢的 在这样子的爱当中 溶解 然后你的身体 肯定会越来越好 这就是安安老师 今天要说的 我在17年前 跟17年后 同样领悟到 的一件事情 多么重要 今天分享给你 谢谢你们 也愿每一个 观看这个视频的人 都能够 健康 快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